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你好 我是大家 7月份过完了 我又攒了一些自己用后觉得满意的好物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不仅有25的收纳木箱199的精致桌面排叉 还有999的音质颜值都够高的无线耳机 那就直奔主题来一个一个的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是我在多多入的25一个的实木木箱 20x30x15.4厘米的大小 竖着刚好能放在我的置物架上 这么一落着比原先能更好的利用空间还美观了很多 使用滤箱对偏低一点的摄影器材或者小物件我都放在了下面 常用的就放在了上面随手拿就行 木箱整体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毕竟只有25做工还不是很好 之后有时间了 我会把音搬价不知道被我塞到哪里的沙纸和木辣找出来 给它好好地改造一番 第二个是在逛宜家的时候发现的桌面置物架瓦腾卡 99.99一个 单层板体积45x16x9厘米 这个材料的厚度质感很足 用的是这种公字螺丝固定 不仅稳定也不伤桌板 放好之后能更充分地利用桌面空间解决收纳和装饰 另外它是铁制的 所以在拍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带磁锡的小灯 藏在下面做一个氛围灯 用途整体都挺好的 这个支架我就暂时没有找到什么缺点可以说的 第三个是桌面排插 来自飞里的小轮船排插 199一个 我喜欢的就是它的颜值 外观设计成小船很独特 设计师一定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有两个5孔插座 还有最高35瓦的2CEA插孔 正常桌面上方拥电需求都够了 船头还有一个走线卡口 如果能设计的再深一点多固定几根线 那我觉得会更棒 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船尾的电线支持90度调节 横着放竖着放都很好走线 nice 喜欢它的颜值我觉得可以闭眼冲 第四个是来自特吉克的35瓦充电器 129起 我有两个分别是双缝干涉款和拉姆斯款 边角上有一个耗时氛围灯触控开关 这种小精致感我算是被拿捏到了 另外包装盒还有淡淡的茉莉香 我也很喜欢 开着放在桌面上都能当香薰用了 这个充电器更多的价值在于设计 充电头何必只是充电头 是他们的宣传语之一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解决充电问题 还有很多比它便宜 甚至同价功率更高的充电器可以选择 第五个是Xbox手柄 我的是无线接收器的套装 599 还有一个充电电池199 我现在准备让自己不要太干了 每天都尽量让自己提前一小时下班 玩玩游戏放松一下 Xbox手柄我觉得最大的方便之处就在于 不仅支持Xbox和PC 也支持苹果生态和安卓设备 多系统支持这一点 已经比很多的手柄都厉害了 另外的手感震动功能什么的都足够 就一步到位的选择 如果不在意更换5号电池 以及不需要2.4G接收器的话 我觉得选这个单体版就已经够了 图省心踏实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在官网冲一个 第六个是来自松下 Technis AZ40 Mark II无线降噪耳机999 之前我出过单独的视频 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期的视频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耳机重量很轻 降噪效果很好 音质也很好的无线耳机 自从收到它之后 我就一直在用 颜值低调又耐看 最近喜欢一直用它 就是因为它真的太轻了 佩戴感我很满意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好物推荐的所有的内容啊 有没有推荐到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好物呢 如果觉得我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 请一定要多多点赞和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来一起种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别忘了观之果 我是大牙 下期视频见 拜拜